小新风筝躺在草地上 眯着眼睛带着微笑 看上去十分惬意 不管工作人員怎么拉怎么推 他不飞就是不飞 直接上演大罢工 穿红色上衣的小新也很不受控 先是朝观众席展开攻击 下面还落跑 躺平在田野中 躺好躺满 天空一片湛蓝 五颜六色的风筝飘扬在空中 去年受疫情停办的 宜兰风筝嘉年华 9号10号在东山博朗大道举办 海龟青蛙鲸鱼白马 各式造型风筝飞上天 但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不止天气炎热 连风势也不大 今天风况怎么样 今天还好 有点小 有点小 有点辛苦 大概一两极风而已 还太小了 还太小 所以拉得有点吃力 这种特殊的风筝叫做皮囊风筝 需要三井上风力才比较能飞起来 这也导致出现有趣的画面 小新被捕捉到侧躺下跪倒头灾 卡托里调皮模样真实上演 也有人觉得比起在天空翱翔 这样反而还比较可爱 逗趣画面也成为活动另类焦点 TVN新闻解答舍教指派 宜兰采访报导